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一处荒郊处,有一窝野猫和野狗窝 好景不长,小窝外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他们抓走了小狗的妈妈,哥哥,姐姐 小黄狗靠喝猫奶长大 这天Lucas带着奥利维亚来到了废弃的房屋就职 Lucas每天都会带着食物来喂小猫们 小猫们都很信任他 小黄狗也认识他 不知为何小黄狗跑了出来 小黄狗非常喜欢善良的Lucas 他窜到Lucas的怀中,这只小狗十分可爱 Lucas也很喜欢他 他决定收养这只小狗,并替小狗取名贝拉 Lucas说服了妈妈在家养着贝拉 贝拉在新家融入得很快 他学会了很多有趣的游戏,体会到了爱 他喜欢那个Lucas的毯子以及小小知识的游戏 Lucas还会带着贝拉去看望以前的那群小猫们 贝拉在飞速地成长 可是有一天,妈妈带着贝拉散步回家的时候 一个自称甘特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他希望Lucas罢手 他非常迫切地想要把那座住着小动物的废弃就职给铲平 可Lucas却打电话给当地动物保护协会 不让他这么干 甘特和Lucas一家子的梁子就此结下 到了冬天,天空下起大雪 Lucas与贝拉在雪地里愉快地玩耍 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Lucas回家时收到了房东的便条 他明天要来房子里检查水龙头 可是房子里是不能养狗的 要是被房东发现了 他们就要被赶出这栋房子 Lucas有了一个计划 他决定悄悄地把贝拉带事务部来 他让贝拉安静地待在储物间 可贝拉还是耐不住寂寞 他在储物间里大喊大叫 叫声吸引来了奥利维亚和特奥 特奥答应了Lucas的请求 帮忙他照看一小时贝拉 特奥将贝拉介绍给其他退伍军人 他们也喜欢这条活泼爱动的小狗 妈妈决定明天继续带着贝拉来事务部 慢慢地,贝拉的活泼可爱 将残疾的退伍军人们心里的悲伤一点一点去散 事务所也因为贝拉的到来 平添了不少欢乐 大家还会帮助贝拉躲避盖恩医生的巡视 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 不久后Lucas带贝拉回家时 发现有人正在拆除那座住着小猫的废弃旧址 Lucas勇敢地上前阻止了甘特的行为 奥利维亚则通过军委委员 取消掉了甘特的许可证 他们拆除废弃旧址的计划落空了 晚上查克警察找上了Lucas家 丹佛室内是禁止饲养斗牛犬的 查克警察说 如果贝拉在大街上被他逮到 那么就要依法送进动物管理局 Lucas为此特地训练了贝拉回家的本领 只要他说出回家两个字 那么贝拉就会应声跑出去 以此来躲避查克警察扣押贝拉的行动 一天贝拉在家中的时候 因为追逐松鼠跑到了大街上 正好被查克抓个正着 贝拉看着一脸不善的查克 他没有听从Lucas的回家指令 Lucas无能为力 因为害怕贝拉被伤害 他只能亲自送贝拉上车 贝拉在动物管理局十分低落 Lucas交了罚款 把贝拉带出动物管理局 可是如果贝拉再次被抓到 就要被执行安乐死 Lucas只能将贝拉送到奥利维亚亲戚家赞助 Lucas和贝拉都非常伤感 亲戚对贝拉很友好 可贝拉依然想念着Lucas 贝拉趁亲戚不注意的时候跑出了家 贝拉也与前来接他的Lucas挫之交臂 从此贝拉踏上了长达400英里的回家之路 在荒山野岭的待了一晚上的贝拉 又饿又累 她知道要想填饱肚子 就要往人类居住的地方去 在这里贝拉认识了一群流浪狗 贝拉和流浪狗一起在街道觅食填饱了肚子 到了晚上狗群们都各自回家 爆炸头想让贝拉跟她一起回家 可贝拉还是决定回到Lucas身边 她独身继续着回家之旅 贝拉在山上目睹了猎人们 枪杀了一头美洲豹 可怜的小美洲豹失去了妈妈 贝拉心里把这只美洲豹当成大猫咪 失去妈妈的大猫咪远远地跟着贝拉身后 于是贝拉肩负起猫妈妈的作用 开始照顾大猫咪 白天为了不挨饿 贝拉不得不去偷人类的食物 而到了晚上 他们就相互依偎在一起取暖 慢慢地大猫咪开始逐渐长大 也开始学会捕食 它变得跟贝拉一样大 贝拉把这只大猫咪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一天贝拉和美洲狮在湖边觅食时 被狼群围攻 危机时刻是一群人类出现在这里 赶走了狼 大猫咪害怕人类便独自走了 晚上他们发现贝拉项圈上的电话号码 正当他们准备拨打电话时 他们被突然出现的大猫咪吓了一跳 三人落荒而逃 就这样 贝拉再次失去了与路卡斯重逢的机会 很快就到了冬天 这时山谷迎来了一群滑雪的人类 宠物狗达奇 因为看到贝拉狂吠不止 引发了雪崩 达奇的主人被雪崩掩埋在雪下 受了重伤 事后在贝拉和达奇合力下将达奇的主人救了出来 加文只能代为收养贝拉和达奇 贝拉迫不得已被带离的大猫咪身边 她又一次体验了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加文猜出了贝拉的名字 她是个很好的主人 给了贝拉食物以及柔软舒适的地方 她让贝拉又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好景不长 达奇的主人出院了 加文必须归还狗狗 她带着狗狗来到了达奇主人的家中 可是躺在床上的柯奇并不高兴 她放弃了达奇 其实这样的主人也不值得达奇追随 因为她注定孤独一辈子 加文很开心能收养贝拉与达奇 她带着他们来郊外散步 加文解开了贝拉的项圈 回家的念头又出现在贝拉的脑海中 达奇希望贝拉留下 成为新家庭的一员 可回家的执念却不允许贝拉这么做 她还是离开了加文 贝拉最后的回头一望 她知道 达奇找到了她的卢卡斯 现在她该去寻找她的卢卡斯了 贝拉翻过崇山跨过沟壑 她在林中孤独地寻找着回家的路 这一次她又感到了饥饿 想填饱肚子就必须去有人的地方 闻到烤鸡的香味 贝拉闯进了超市 还抢走了一只烤鸡 在这里贝拉遇到了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流浪老兵 阿克塞尔虽然对贝拉很好 可她无时无刻都拴着贝拉 不允许贝拉离开 阿克塞尔的身体很不好 她察觉了贝拉想要咬断绳子离开 于是换了一条铁链来拴着贝拉 她倒在河边沉沉睡去 阿克塞尔死了 贝拉被一直拴在阿克塞尔身边 她无法离开这里 贝拉被困了很久很久 她十分渴望自由 两个小孩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 他们解开了贝拉 让贝拉重回自由 贝拉回到了森林里 她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已经度过了两个洞天 可曾经追捕贝拉的狼群又一次出现了 他们想杀死贝拉 贝拉被狼群赶到了峭壁旁 她已经没有了退路 贝拉被狼群撕咬得无力反抗 但狼群忽然停住了 一只美洲狮蹲聚在眼壁上看着这一切 她正是大猫咪 从前弱小的大猫咪 现在已经变成了威风凛凛的美洲狮 她冷冷地俯视狼群 经过一阵激烈的搏杀 大猫咪击退了狼群 家人再度重逢 贝拉和大猫咪久久地摩索在一起 团聚的感觉真的太美妙了 贝拉甚至在幻想大猫咪 和她一起躺在卢卡斯床上的场景 不知不觉贝拉找到了家的方向 大猫咪想让贝拉跟她生活在山里 而贝拉想让大猫咪跟着她走 他们谁都无法让对方跟随自己 贝拉和大猫咪做着最后的诀别 大猫咪在岩石上目送贝拉离开 贝拉走出几步再转头 大猫咪已经消失在那块岩石上 大猫咪跟着贝拉 终究不是一条路上的同伴 就算有再生的羁绊 最后也只能分别 贝拉回到了丹佛市 但她在穿越高速公路的时候 引起了一阵混乱 不幸地被车子撞拾了前腿 虽然痛苦 但却依旧要前行 眼前的景物和房子 渐渐变得熟悉了起来 贝拉艰难地拖着伤腿 终于回到了以前在丹佛的家 她敲开门 可再也不是熟悉的人住在家中了 贝拉秀了出来 路卡斯已经搬走很久很久了 贝拉疲惫地躺在地上 长途跋涉已经耗尽了体力 这次查克也来到了这里 贝拉不得不再次逃跑 但贝拉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可以去 那就是退休军人事务所 她瘸着腿一路跳到了事务所 这里已经不同于以往 居然有许多狗狗 贝拉找到了曾经的那群退役军人 众人惊喜一场 当然贝拉一只苦苦找寻的路卡斯也在这里 他们终于重逢了 贝拉终于找到了路卡斯 一人一狗就别重逢 贝拉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可总有讨厌的人出来搅局 在最后罐头 查克那个曾经的死对头 又带着一群助手想抓走贝拉 就连队长都出动了 可大家对贝拉都非常袒护 这群退役军人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阻止警察带走贝拉 他们找到了查克话中的漏洞 退休军人事务所并不属于丹佛氏 而是联邦财产 队长终于放弃了带走贝拉 他也不允许下属再来找贝拉的麻烦 因为队长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卢卡斯如愿以偿地留下了贝拉 他带着贝拉来到了位于格尔登的新家 在经历千山万水 跋涉四百余英里之后 贝拉终于又回到了拥有卢卡斯毯子 和小小知识游戏的那个温馨的家 他可以和卢卡斯依偎着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夜